有家属生病或怎样本来就是一个焦躁的事情 那有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去做放松其实还是还是好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其实这种概念还是挺不错的 每天早上十点 蔡希庆和妻子苏韵雅一起来到咖啡馆 从研磨咖啡豆开始一天的忙碌 白色和木色调为主的装修风格给人些许暖意 咖啡馆里是夫妻俩开设的中医工作室 主要做拔罐、点血等理疗 蔡希庆告诉记者 在台湾很多医院都有咖啡馆 可以让病人或家属休息放松 他们觉得这个模式挺不错的 所以在广州开了这家养生咖啡馆 其实我们很早就对咖啡馆有兴趣 自己有在重煮咖啡 然后后来其实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感觉挺好的 就是病人来给他咖啡喝茶然后聊聊天 然后就像朋友一样这样招待 你可以让病人更信任你 然后拉近一些距离 其实对治疗效果也会有有帮助 对中医颇有兴趣的蔡希庆 于2006年从台北到广州求学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时认识了妻子苏韵亚 目前两人都是中医师 苏韵亚则是2008年从台湾花莲到成都中医药大学求学 2013年选择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 开工作室之前 她曾在广州市白云区天河区的社区医院做诊 积累了一些客人 到工作室看病的人已熟客居多 苏韵亚表示 她希望更多年轻人接受中医 但不想强行将中医推荐给别人 如果在店里喝咖啡的年轻人主动问起 她才会详细介绍 熟客转化这个其实是最多的 然后再来才是可能她刚好过来喝咖啡 在吧台多聊两句之后转化过来的其实也有 对但是我们自己不会去主动推这一块 对有点佛系 因为我觉得这个要每个人有意识 我不想强行灌这种意识给别人 对于开咖啡馆这件事 蔡希庆形容自己是脑子一热就开了 学中医出身的她还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常常调侃自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言语中还流露出一丝小确幸 作为一名咖啡师 蔡希庆喜欢站在吧台与人聊天 在记住客人口味喜好的同时也结交了不少好友 他们给咖啡馆取名长谈给中医工作室取名长心 合起来就是常常谈心 其实我们就会把有些熟客生生当朋友 其实我们对每个客人我们都希望他帮我们当朋友 我们可以跟他当朋友这样子 就不要把距离拉的就只是主顾关系 或者是那种老板跟顾客的关系 我更希望就是可以拉近一点 对工作的时候已经够冰冷了 那我们是不是下班之后的 或者是说像咖啡馆这样子的地方 他能有一些温度产生 其实这边的相对是都是还是挺爱 我们很多朋友其实也都很好 我们一起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 说实在你诚心带人 其实人家会拿诚心来带你 我会觉得在那里生活 差异也不会真的是说有什么很大的差异 就拿你的初心跟别人交流 就这样子了 在大陆读书生活十余年 蔡希庆和苏韵衙都见证了大陆的快速发展 随着在这边生活越来越便利 好友越来越多 实现理想的机会更大 他们也决定在这里安家 我们心境也从一开始 就只是想说来读书 慢慢地变成说 其实地方发展空间真的蛮大的 潜力很就是潜力无穷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可以留下来 考虑在这个地方发展这样子 整个台湾就两千多万人口 其实一个广州市 其实它人口就足够多了 那再就是其实我觉得 当你人口够多的时候 你有些想法想要做什么 想要做什么创业 其实你的受众就很大 其实我是觉得会比台湾 更有机会去做一些创新的一些事情 也是 同声 对